如果你是拿著 BNO 護照來到英國 又或者平時去超級市場用一磅硬幣拿購物車的話 其實你很容易就會留意到今集的內容 英國各法 這條影片主要是讓你能夠輕鬆地了解Live in the UK 的考試內容 不再需要死背答案 而且還可以深入淺出地真正了解英國 如果你看完這條影片覺得有興趣了解更多資訊 想支持Andy繼續製作的話 請你訂閱這個頻道和按鈴鐺提示有新影片推出 Are you ready? 有很多人都會認為英格蘭就等同英國 但其實只適合四分之一 首先很簡單溫顧資深一下 英國全名是大不列甸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由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及北愛爾蘭所組成 而我們現在所見到的英國國旗 Julian Jack其實是由那麼多個國家的國旗結合而成 但是你會發現為何會不見了威爾斯的國旗呢? 以及北愛爾蘭的國旗跟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有出入 因為涉及太多歷史的元素 所以Andy會之後拍片再講解 延歸正傳 正如剛才所說 英國其實是由四個國家所組成 所以每個國家本身都擁有屬於自己的國花 就等同第一集所說的每個國家都有屬於自己的守護神一樣 如果有人問你英國的國花是甚麼的話 你就要回答四種先為之正確的答案 為了令大家容易記得今集所說的內容 我會抽出一條考試的題目來考考大家 問題是 Which flower is associated with England 以下哪一種花是跟英格蘭有聯繫的呢? 你可以用五秒時間考慮一下答案 然後會立即開股 答案就是Rose 玫瑰或是叫做長尾 玫瑰成為英格蘭的國花 就要由著名的紅白長尾戰爭 Rose of the Rose 亦稱為玫瑰戰爭說起 紅色和白色的玫瑰其實是代表兩個王族的徽章 當時蘭卡斯特 Lancaster代表的是紅色玫瑰 若克代表的是白色玫瑰 經歷大約三十年的戰爭 最後由亨利七世為首的Lancaster獲勝 最後建立了都督王朝 亨利七世雖然順利登基 但他依然會擔心若克家族會反抗 所以他就自己促成了一場政治婚姻 與若克家族的長女伊莉莎八公主結婚之後 兩種顏色的玫瑰就二合為一 成為都督玫瑰 除後亦都成為英格蘭的角花 平時有看開足球的朋友都會知道這兩支球隊分別就是曾經拿過英超冠軍的暴力搬牛郎 以及現在踢英超的烈斯戀 他們都用上紅色和白色的玫瑰作為對揮 而且他們各自都來自蘭開下棍和若克棍這兩個地方 雖然兩支球隊和玫瑰戰爭沒有直接關係 但如果他們對戰的話 彷彿就是現代版的紅白玫瑰戰爭 除了英格蘭之外 Andy都會繼續說下另外三個國家的角花背後的故事 首先極具爭議的就是威爾斯的角花 如果大家打開BNO護照和拿一個一半的銀子出來作比較 大家都會看到在BNO護照上的是一對黃水仙 而在一個一半的銀子上的就竟然變成了一棵充 究竟哪樣才是真正的角花? 其實坊間都出現過熱烈的討論 而且亦出現過不同的版本 但其實內容都是大同小異 威爾斯人抵抗外敵入侵的時候 在戰場上為了區別自己的同伴 所以他們就在帽子上插上一棵九蔥 久而久之亦都成為軍隊和國家的象徵 但Andy心想參考黃金喜爾的做法 是不是應該會更方便呢? 而最後為什麼角花會由九蔥變成黃水仙呢?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因為兩種植物的威爾斯語屬於同一個名字 而有人認為黃水仙的愛觀感覺會比較好 作為角花會更有代表性 但是九蔥的地位亦無法可以動搖 所以現時威爾斯是存在兩種角花 但是要記得Live in the UK考試入面 答案就只有一個 就是黃水仙 德佛道 接下來Andy就會說說蘇格蘭的角花 計花 Diesel 計花為什麼會成為蘇格蘭的角花? 其實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 但就流傳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傳說 在很久以前蘇格蘭和丹麥發生戰爭 當時在深夜 丹麥士兵包圍了蘇格蘭的城堡 準備跨越護城河進攻 將屬歲的蘇格蘭士兵一舉殲滅 當丹麥士兵要進攻的時候 剛巧就是踩在計花的尖刺上面 因為無法忍受痛楚而發出淒厲的叫聲 從而叫醒了屬歲中的蘇格蘭士兵 讓他們可以及時抵抗 於是計花就成為了保護蘇格蘭人的英雄 亦被視為葛花 雖然只是個傳說 但蘇格蘭人就非常喜歡這個故事 但Andy就不法其想 為什麼丹麥士兵會不穿鞋去打仗呢? 真是令人無從稽巧 最後就是不愛爾蘭的三葉草 Shan Rock 順帶一提 他亦都是愛爾蘭的葛花 而有關的典故並不多 相傳三葉草在愛爾蘭人的眼中是相當神聖 3這個數字對於他們來說是充滿神秘力量 另外亦都相傳愛爾蘭的守護神聖Patrick 曾經利用三葉草向當地人解釋 何謂聖父、聖子、聖靈三為一體 令他們更加了解耶穌基督 因此令很多人信奉耶穌 接受洗禮 每年的3月17日 都是不愛爾蘭和愛爾蘭的國慶日聖Patrick Day 在這一日三葉草是主角之一 而且你會看到大家突然會湧出很多帶著綠帽的人群 所以亦被人氣稱為綠帽子節 不愛爾蘭的首府Belfast 會舉行盛大的遊行和嘉年華會 養日著綠遊有一片節日氣氛 聽完Andy大概6分鐘的講解 大家有沒有信心配對相應的國家呢? 如果大家是用我上一集所講過的故事記憶法去排序答案的話 我就建議大家不需要刻意記中文譯名 因為考試作答的是用英文 如果再記中文就會增加你的記憶負荷 所以只記住英文的寸法或發音會比較簡單和直接 首先和上一集一樣 在我腦海中會出現一幅英國地圖 然後我會把四種角化的英文形象化或改變少少發音 簡單說就是我會把shamwok拆開作shamwok 因為wok經常做錯事所以令人十分sham 然後我會把diesel變成diesel 即是柴油 wos依然維持是wos 玫瑰 最後就是德佛島 就會變成大火島 之後故事就正式開始 首先一出場的就是站在北愛爾蘭的awork 有一天他拿了放在蘇格蘭的水壺準備去淋花 但他沒有看清楚原來整個水壺都是裝滿diesel 他就是這樣淋到英格蘭的玫瑰島 還搞到旁邊的威爾斯有大火島 整個故事都非常之簡單 而故事內容都是因應四個國家的地理位置而環環相扣 希望這個方法可以令到你有些啟示 創作到一個能夠幫助到自己的記憶故事 多謝你觀看這條影片 如果你覺得Andy的製作還可以的話 希望你subscribe我的channel 對我來說是一個支持和鼓勵 希望下條影片再見到你 再見